六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言 让你与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题目 可能香港未必常见 或者只是在个别的一些行业之中 有些人会遇到的 但是香港人都很喜欢去旅行 出到外地的时候会有机会 尤其是香港人很喜欢去韩国、日本滑雪 那些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想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是冻伤 一个Forsprite的情况之下 统医疗法可以怎样 可以帮到病患者 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冻伤 身体某个部分因为暴老于寒冷而冻疆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刚才Della介绍了 香港天气就不会冻到这样的 就算真的到零下都很少会这样的 但是不财除了 我们有时候出去玩 我们有时候出去玩 出去北边的地方 去看雪景 或者去滑雪 流冰 都有机会可以出现的 这些症状方面 通常受影响的身体部分已经冻僵了 所以很明显变得冷、硬、白白了 通常是本身不会痛的 直接到它变回暖了才会有感觉痛的 当变暖的部分可能会变成红痕痕 以及有一种蜜蜜蜂的声音 亦都可能出现起泡 这些症状会出现的 如果处理得不好 有些所谓病发症 如果严重的冻伤 可以出现坏醉 即是害羡痕 其实肢体已经破坏了 组织变黑 最终自己掉下来 由于坏醉 肢体或者部分的肢体 可能需要折肢 因为已经死了 冻死了、僵了 所以要撤肢 所以如果你看到冻伤的部分变黑 就立刻找医生 要求救了 遇到情况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看看冻伤的部位 外观是什么颜色 有没有肿胀 还有看看 或者外表和行为 是不是有些不同了 可能有精神拖乱 有些这样的感觉 同样疗法简单的字引 冻伤的首选疗剂 第一件事有你无你 就是毒鹰散 Agaricus Muscarious 毒鹰 烏鹰的鹰 散就是鱼散的散 Agaricus Muscarious 这是首选 你什么都不懂 就先想一想 第二件事是疗剂 是轻度的冻伤 还有一种针刺的情况 针刺的感 这个就是消酸 Nitricum Acid 是最佳的选择 记住 轻度的冻伤 有痴痛的 如果冻伤,出现蓝、红色 恒痒痒痒痒还是疼痛 尤其是 longevity 其次大的伤痛 你考虑白头晠 白头晃 Posatela mathricum 然后恒痒狠痒 尤其是 mobility 如果摩擦呢,很多人都流行摩擦它 想着弄好它,就令到冻伤的部分更加差 而且两只脚是坐立不安,脚整天都好像不能停止 这个疗剂可以用的是身,身是脚坐立不安 这种碳碳身,那种多动的症状,就是Syncomatallicum,身 痛的疗法能否帮到呢? 当然,它可以防止你的组织损坏和加速你的復原 当然,它不会令你的脚转暖起来 你自己也是要坚暖,处理这方面 有什么重要的建议可以做呢? 一般人看电影都看到,通常在结冰的部分是敷冰或者敷雪的 通常就不要这样做,不需要这样做 当然有疗剂就不需要这样做 但你看电影都通常用树去拆拆拆的 尽量不要这样搞个身体 尽量对患处进行加热 需要用暖水冲患处或者接触暖的东西暖包 但记住,不可以太热,慢慢来 好了,逐种疗剂介绍了 第一种是毒鹰扇,Agaricus muscarius 是fly agaric,即是乌鹰,毒鹰扇是一种植物来的 通常的症状是脚趾和两只脚是很痕的 痕痒的 那个人的外表看上去,他的精神状态好像喝了醉酒 笨手笨脚,心境上很担心自己健康 那耳朵啊,皮肤啊,鼻膏啊,四肢是一种灼烈的感觉 当然是他回复了,解冻了之后那种感觉 灼烈,发氧,发红,和肿胀 好了,寒冷的时候皮肤会肿痛的 手脚感觉冻僵了 当时什么令他差呢,都是冰冷的空气 这个就是Agaricus,可以这样说是手船 因为你看到,刚才所形容的症状 一般人都是经历过这样的症状 第二种是烧酸辣,Nitric acid 轻度,轻度的动伤 那种痛就像针刺一样的,烦躁消极悲观 记住,Nitric acid的人是很消极的 是很负面的,平时的性格是这样的 可能遇到这个情况之后,更加悲观消极 但极度忧虑自己健康 手指、脚趾发炎,痕氧肿痛,和皮肤会破裂 一般就是当你那个皮肤的,嬌乱皮肤很容易变红 这个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烧酸是比较上,是轻度一点的动伤 而且是有破裂的,因为Nitric acid 很多时候是处理一些皮肤黏膜破裂的那种状态 好了,接着白头翁了,Pastatella Nitric wild flower 相信认识同外疗化的人都认识 白头翁是一个很常用的疗剂 对,有些小肠很常用的 一般性的小肠的发烧,喜欢发炎 一般的情况,白头翁是经常用得着的 好了,在凍伤的情况,白头翁呢 那个凍伤的部位会灼烈,黏黏的痕氧 部份会肿胀,有些蓝红色,也可能非常痛 平时人的性格都是平和,温温游游 很容易眼淚淚,很情绪化的 经常都希望得到一些安慰 人们喜欢哭一下他,他会很喜欢 所以宋文仔,为什么这么巧呢 因为很多宋文仔的脾气性格大多都是这样的 即是很容易哭,很可怜,要你去抱一下他 但白头翁的症状是常常变的 全身,即是心底会痴身 还有幽游寡断,平时的 人们非常情绪化,幽游寡断,三不顶主意的 说回凍伤,四肢有暗红色,蓝色的肿胀 冻伤的脚趾有严重的灼痛,冻伤的部份 摸下去是很热,但病人自己就不觉得很热 你摸下去,为什么这么热,是什么 他自己不觉得,但记住 白头翁是不口渴的,他是不口渴的人 平时也是,病的时候也是 好了,最后一只,就是星琴 星琴的冻疡部位,通常是 你走去,好像一般去摩擦他,想捉住他 更差,他不想捉住他,捉住他更差 你发现,他的伤腿是非常坐立不安的 他常常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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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尤其是晚上,睡在床上,OK? 如果鼻子,通常都是冻伤的 还有长时间,鼻子是红红色的 脚趾都容易冻,是冻伤的部分 什么令他更差呢?当然 寒冷,冻水浴是差的 那个关键,星琴的关键症状 他的脚是不安的,常常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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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起,星琴这个了解 好了,多谢袁先生 今天讲了这个冻伤 刚才说了,香港的环境 基本上就不容易 可能这些情况出现 个别可能有些工作上不小心 但是出外的时候去旅行 很容易都有机会遇上这些问题 有时可能觉得没什么事 但是刚才说过,严重起来 可能去到怀追,也会有断肢的后遗症 这些出现了也有的 所以我们都是常备了这些疗疗 尤其是出外旅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疗疗疗在身上 以便不时之需 这就令到旅程会更加安全、愉快的情况 不会因为有什么问题 就要令到整个旅程受阻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余医生做一个预约的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先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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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